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夫妻废片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夫妻废片必备的调料红油的熬制 将植物油 约500克 菜籽油为上选 可用大豆色拉油代替锅中烧开 放置温凉后下葱白浆块 然后下入花椒 冰箱 桂皮 小茴 草果 八角 香叶 紫草 辣椒面 搅拌匀 熬制分钟 熬制期间时常搅拌一下 以防糊锅底 分钟后加入白芝麻 继续熬制分钟 关火 红色 香料的香气进一步溶解于油中 二天后将红油取出 这时你会看到除了香叶 葱段 花椒 用筷子剪除浮在上面的香叶 葱段和八角 杯滴的淤泥气去不用 丁香利 这个味道强烈 不宜多放 桂皮小纸大小三块 小茴香小勺 八角又称大料 大茴 可 香叶片 生姜一块 葱白树段 植物油 约五百克 菜籽油为上选 然后放置温凉后下葱白姜块 这时注意油温不要太高 接着将炉火转至最小下搅拌匀 熬至分钟 期间记得时不时搅拌一下 以防糊锅底 分钟后加入继续熬至分钟 关火等它冷却 中火烧开后转最小火熬至分钟 盐各一小勺 里面放卤汁复制酱油大勺 花椒面小勺 红油 麻油香油大勺 拌匀 炒熟的白芝麻 香葱碎 公保鸡丁 水煮肉 辣子鸡等 夫妻肺片明显是难度比较高的 煮料牛肉 牛杂肚 腥 蛇 头皮辅料红油 油酥花生 白卤水 复制酱油 芝麻 花椒面 盐 味精 白酒八角八汁 花椒五克 桂皮一十克包纱布袋 做法牛肉牛杂加卤水 盐 白酒五克主料 制熟而不烂 晾凉 片成厘米长 厘米宽的薄片 加红油 卤水 复制酱油 盐 味精 芝麻花椒面 芹菜段拌匀 这夫妻肺片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这样 差别不大 可惜缺少了很多重要的细节 尤其是关于红油 味汁的调制 那么做好这道菜的关键到底在哪呢 这道菜的调味关键有三个环节 红油 复合酱油 和卤汁的使用 比如 夫妻肺片和蒜泥白肉 这红油应含有多种香料的复合香气 浓郁而具有回味 除气味以外 红油的另一个关键就在这个红字上 鲜红发亮的红油给人以感官的刺激 让人食欲大增 要是调出的红油黄不黄白不白 这个不是能直接从商店里买来的 需要你自己动手 除调味外 复合酱油还起到附加的调色作用 诱人是不必说了 经过矮的反复试验 不过 虽然掺了一半水 较高量的使用卤水有两个好处 使肺片充分入味 具体做法 为了大家一语掌握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夫妻废片 有了解了吗